緊接著游市民代表李政偉 針對了左倉公墓的活化再利用 花蓮人口數跌破10萬現象 以及如何協助青年返鄉創業等議題進行質詢 緊接著游市民代表李政偉 針對左倉公墓的活化 期盼下屆市長能持續規劃 花蓮人口跌破10萬的流失現象 以及花蓮青年返鄉創業等提出建言 期盼花蓮市公所能盡力改善或執行 在今年已經提過50萬 那市長 下一任你可能是要往縣議會走 很多事情並不是花蓮市公所能夠去決定去完成的 想去教育市長針對這個超時化的問題 人口跌破10萬的問題 變花蓮市是一個情緒的問題 有沒有相關的見證與方式 除了在往後 在縣議會可以向花蓮縣議會提出建言之外 是否也可以在今年 在卸任之前提出相關的應用方式 以及政策來規劃 讓明年下任的市長 可以延續一個好的政策 我們繼續來施政 左倉運動公園大家都知道 在前身是左倉公墓 那這個是花蓮市相當成年的問題 那在經過 威嘉賢市長 努力向上級單位爭取經費之後 那也分區來開發整理完成 那在這邊也呼籲 我們下一任新任的市長 針對左倉運動公園 能持續的來規劃 來向上級單位爭取更多的經費 來讓我們左倉運動公園 能有更多的活化 那再來呢 就是針對今年 我們花蓮市的人口 首度跌破10萬人 這是對花蓮市一個相當大的警訊 那如何讓花蓮市的人口再度成長 不要有這樣子一個持續流失的問題 我希望我們花蓮市公所 甚至是我們花蓮縣政府 都能給予一些相關的政策 來解決這樣子人口流失的問題 那在此次的質詢過程當中 政委提出 向花蓮市公所提出的一些 所謂青年創業的一些政策 包括由花蓮市公所或者是說 公家單位來提供一個創業平台 召集募資邀請 更多的外地的企業以及集團 來到花蓮這個地方 投資我們花蓮的年輕人 讓我們北漂外漂的青年 能回流花蓮 讓我們更多的花蓮青年 能留在我們花蓮市